世界香港电影镜像奖 那现在就是最新进的导演奖的获得者 专文强导演 来跟我们的新浪网打个招呼 新浪网的网友 你们好 这位代表所有的新浪网友 恭喜你 恭喜你 这是您作为独立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就拿了这样一个肯定 是不是这么说 当然是一个肯定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 因为香港电影镜像奖 是我们同业投票班长的 那然后这个奖是证明 你在同业的心目中 你的工作能力是达标的 是出色的 当然高兴了 现在正在颁发最佳女配角奖 那知道余安安出演 您的作品也是现在是提名 您觉得她会拿这个奖吗 我现在已经在用练力去支持她了 当然希望她能拿了 当然其他的对手也是很好的对手了 但是我当然有私心 希望她一定要是余安 今天晚上 那以后我们在访谈中 应该这个结果就会出来了 是啊 我们是不是一直等到那个结果出来 在这里也想跟你分享一下 您的快乐 就想把这个喜悦跟谁来分享 是跟你的工作上的好搭档呢 还是和家人 搭档啦 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就是拍电影 我们的作品都是来自我们的生活的 那没有了他们的话 怎么会有生活啦 那没有生活怎么能拍电影啦 当然希望是感谢他们每一个啦 但是就是我太太千地万足的 千万不要感谢她 她觉得很肉麻 一定要感谢她对不对 当然啦默默感谢她了 那我们也想代表这个网友 想问您一下 就是很快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个 关公 关云长 关云长 对 然后有 大家有个疑问啊 就是关云长 为什么会把曹操放在一个 就好像也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好像就变得 关云长这个男一号 就好像 你知道 对我明白 刚才我都说啦 你其实每一个人要工作 他的动力在哪里 就是身边的人嘛 那其实在我们的理解里面 曹操是一个 对于关云长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敌人 那这个敌人 基本上他的影响力是 打 击辅比得上他的家人的 那 吕配角 打耳团 然后就是 所以才会有这个 这个创作就是希望 让曹操来作为他一个反应 然后就形成一个双雄片的 现在是一个双雄片 没有什么蓝一号二号的 我们香港 这个名字是叫关云长的原因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想过很多遍啦 就是比方说 关云长与曹操 不好听嘛 曹操与关云长也不好听嘛 那曹操 大家觉得他不正面嘛 最后还是选了关云长 好 是这样 再次的恭喜你 谢谢 在19号的时候 我们新浪会对关云长 这部电影进行一个聊天 我不知道您到时候会在吗 有得到这个消息吗 19号 19号应该在 应该在 那我们在北京见 好好 好吗 再次恭喜你 谢谢 谢谢